大家好,我是电子六法学习乐站长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法条超连结的使用 我们介绍三个版本,有Word2010、2007还有XP 首先我们先介绍Word2010 我们打开文件 在这个测验题库文件当中 您会看到文字下面有底线 就是可以超连结到其他的档案 而且它会显示出 按住Ctrl键再按一下滑鼠以追踪连结 表示你一定要按键盘的Ctrl键 就是这个位置Ctrl键 才可以直接连结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每次要超连结 已经要按一个Ctrl 现在已经按了,所以会有一个小手跑出来 就可以超连结 我们来测试一下,按住Ctrl再加速就可以连结到103年这个题库 我们再按一个Ctrl小手跑出来才可以回去 这样会非常的繁复 所以我们今天要是将Ctrl键可以取消掉 好,首先我们就是看一下档案 在左上讲的一个档案地方 用滑鼠把它按一下 左键按一下 会出现这个资讯 在下方有一个选项 请按下 再进阶段 再按下 将这个打勾给取消 表示不再用Ctrl可以超连结 好,按一下确认 现在你看小手都跑出来了 每个都可以直接按超连结 我们就是完成了Word2010的设定 接下来我们要看2007的设定 2007的设定就是点选上方这个圆圈 点选完以后下方一个选项 一样是进阶 一样是取消勾选 这样就还要按确定 这样就完成了 XP的设定也是如此 在工具列 按下 再一样是选项 选项中有一个编辑 一样是取消 再按确定 这样如此就已经完成了 XP的设定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下集完 这一样是取消